我們這次會再講法人神聖誠講道法 也會有練習給大家 讓大家去操練怎樣去使用這個講道的方法 我們上幾個星期都講了這個法人神聖誠查經法 這個查經法和這個講道法都是很強調 用神的角度認識神 看到神的一點 看到神的聖誠 看到神的計劃在我們身邊之中 然後他有什麼行為在我們生命之中 首先我們知道我們講道一定是跟神有一個豐富的關係 不只是知識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會說我看了聖誠 我知道什麼我就可以講 這個可以是一種客觀的事情 一個客觀的道理 而不是一個真身我們經歷過的 我們經歷過以後講出來是會很不同的 就是好像你教人打球 但你從未打過球 那你就看了書怎樣教人打球 然後你就說你這樣打球 那你這樣教人 那些人是不懂得打球 因為你根本是不懂得的 好了 首先我們認識聖誠才能夠分享真理 還有看到聖誠那種豐富的恩典 看到神的恩典神的聖誠 那時候我們就會 就是當我們講信息的時候 就能夠真的將聖誠的真理說出來 還有時事信靠神 才能夠講出信靠信心的說話 當我們時事 譬如當我們在什麼情況 困難的情況 沒有錢的情況 家庭有困難的情況 都信靠神 然後看到神的改變 或者在我們怎樣得力去傳福音 我們信靠神的時候 得到神的幫助 我們就分享的時候 人們就會看到 我們真的講的信心 是我們自己經歷過的 那時候人們就會看到 他不是空口說八話 他真的有信靠神的 那首先我先說一件事 在大家留意我講的時候 都留意我的動作聲音 和表情 和眼神 因為一會兒你講 我一會兒都會講這些點的 那你都留意一下 讓你嘗試怎樣能夠 有更輕鬆的心態 心裡面湧出來的 那種心想祝福人的心 身體的動作 由腳那裡開始 和表情是輕鬆 跟著你所講的訊息 眼神盡量看著每一個人 聲音是有快有慢有高有低 是能夠表達出那種感情出來 和人是有感情表達的 大家留意一下 跟著是親近神 才能夠說到經歷神 和被神更生的 就是我們和神 有這種生命的關係 可經歷到 是可以幫助我們的 是譬如我來講 我隨時一想耶穌 我即時感受到神的愛 和喜樂和能力 是即時全身流過的 是我容許 即是我容讓聖靈的 在我身上那種的 掌權的程度 他就掌權多少 即是神是很樂意充滿我們 但我一想 一想 裡面可以有喜樂 可以裡面有 神的愛 感動 和能力流過我身體 這就是我真的這樣經歷 而且重複重複地經歷 這個是從我們的關係 都是的 是時事順服神 才能夠說到 順服神的生命 我首先說 我都試過很多次不順服神 很多次不聽神話 但是裡面很不舒服 所以後來我就說 真的不想不舒服 真的要處理罪 但是後來 當我經歷聖靈 我就看到 我的生命可以這麼大發揮 我真的不想浪費我的命 於是我就更加高度處理生命 一有罪 立刻就處理 一有什麼意念神叫我做的 我就順服 這個就是我自己有這個順服的心 所以能夠鼓勵到人 你的生命很寶貴 你的生命可以發揮的 你可以大大給神使用的 還有 經常留意神的作為 能夠豐富的分享 看到神怎麼改變一個不聽話的人 神怎麼改變我們不聽話的 就是經常都留意神做的什麼工作 神怎麼提醒我們不要犯罪 神怎麼感動我們 我們能夠說出來的時候 這樣人家就更加看到神的真實 還有留意人的需要 講到都很需要 不只是講一些天堂的真理 是屬天的真理 也都知道人是會有不開心的 人會有煩惱的 還有能夠接受 很多人都會這樣說 基督徒不應該不開心的人 你們不開心的人 就是不信靠神 他就知道人是煩惱 不過說的時候 就經常都說 令人覺得很不開心 或者有人在輔導的時候 說我有點不開心 那你做基督徒不應該不開心 那你有沒有信靠神 你沒有信靠神 那你就經常煩惱 那時候人是得不到安慰 因為他感受不到那種 人的憂傷的時候的需要 所以我們知道人的感覺 也都知道他的需要 還有時時處理生命 就是說我們裡面 有些什麼煩惱 立刻處理 這個在輕鬆得性那裡 你可以重聽上網 找YouTube耳目師 你可以重聽上網 那就是有些什麼情緒 負面思想 有些不好的東西 一出現 立刻留意 立刻處理 立刻祈禱 那是可以處理到的 那還有呢 有熟靈的經驗 才能夠幫助人 經歷神的作為 就是說在靈裡面 怎樣去成長 怎樣去處理生命 怎樣發揮生命 怎樣幫助人 有這些經驗的時候 我們的講度就豐富 但是有些人說 我不是那麼豐富 那是不是不用講呢 其實不要緊的 你開始講 不過你越豐富就越豐富 你講的內容就越豐富了 所以就不要停留在 現在的狀況 其實一個人是親近神 他就有更多的東西可以分享 所以希望大家一直在這方面成長 還有講道的目的 第一就是解釋經文 讓人明白 幫助人明白經文的意思 講道是要讓他看到經文的 就是不要只是講一些道理或者一些應用 都讓他明白聖經講什麼 還有用聖經去找裡面的字眼 他的意思 還有講道是幫人認識神 和他的聖情和作為 最重要是認識神 這個發揚神的聖情 講道法就很強調去認識神的心態 他的聖情和作為 有時人當他不是注目這個事情的時候 很多時候就會說 我們有煩惱你就會依靠神 你就祈禱 祈禱耶穌就幫你了 那所說只是講到人的角度 你做什麼 你有什麼煩惱你做什麼 就沒有講到用神的角度 神其實都知道我們煩惱 他老早知道 他已經有一個計劃 如何去醫治我們 幫助我們 他也都用聖靈感動我們 他吸引我們 那他也都有一個方法 聖靈會幫我們 能夠得到興省的 完全興省的 神真的做了一切工作 當我們一回應神 我們就一步一步 被神去更新改變 那就是說 認識神的作為 其實神是真的做得很透徹的 我們只做 就跟神連接就可以了 那祂就會一步步 在我們生命中做功的 幫助人認識真理 就是聖靈裡面所有的真理 所以我們真理上 都要說得清楚 就不要說錯了 不要說一些錯的道理出來 那對人呢 就是造就安慰全面 是造就他的 他聽完會被造就的 如果有時候說的說話 雖然說出事情 不過是真實 但這不是用愛心說 誠實話 那個人聽完之後 他並不是被造就的 他並不是被安慰的 就是 勸勉代表他有錯的時候 去勸勉他 但是勸勉用什麼方法呢 是不是令到人拆毀了 而是令到人悔改 而是會建立的 我們雖然悔改是包括拆毀 但是 不是用我們的言語 就是說 你這麼無用 你這麼不聽話 你這麼不愛主 怎麼可以呢 那這種呢 這種拆毀是不對的 就是我們應該是讓他知道 其實我們說出來的罪 不一定要用很大聲動 不一定要用兇惡的眼神 我們可以說 我們想一下 我們有沒有真的 耶穌愛我們這麼多 我們愛耶穌有多少呢 耶穌愛我們很多 耶穌經常親近我們 我們親近神幾多 我們想一想 當我們想的時候 我們的心裡面會說 神啊 就好像如果對夫妻 一方就很愛對方 對方做很多很多事 什麼都預備了 照顧了他一切 但是另一個呢 什麼都不想對方的 對方呢 甚至要送入醫院 他都不理的 嘩 很大對比哦 另一方呢 對方有少少東西 他立刻會關心的 但是另一方呢 人對醫院都不理的 那麼一個很大對比 我們對神就是這樣 耶穌對我們 有很多很多的幫助 但是 耶穌的心想祝福人 我們一點都沒有體貼 那我們會不會 知道這樣的時候 心裡面會悔改神啊 我真是令到你很失望 並且在人面前 沒有好的見證 我剛才所說的 都是一些 勸勉的說話來的 但是 不是令到人覺得 很慘 很衰 而且不要令到人覺得 你比我還衰 有時候會這樣說 你們一群人真是不知醜的 你們不親人神的 就好像人家衰過自己 這也不是一個好的方法來的 幫助人將聖經應用在生命和生活 如果他只聽到道理 不應用到 也是沒用的 要講出來 怎樣方法應用出來 還會出神完美的計劃 因為神有個很完美的計劃 就是我很深信 我們是怎樣進入這個神的善良順存 可喜悅的旨意 這個是我們侍奉的目的 就是說不是每個星期回來 乖乖地坐在那裡 就很乖了 不是啊 這個是開始而已 乖乖你一會兒出來上台 分享這個才是乖乖 這樣乖完還要出去乖 不只是這裡乖 這裡就分享出去乖 去幫人 去傳福音樂 去為人祈禱 那才是乖 就是說不只是幫助人 每個都很乖乖乖坐在那裡 不只是坐在那裡 基督徒要行動出來的 還有呢 帶領教會集體活出神的計劃 因為信息是有這樣的影響力的 可以激勵全群的底子會一起出道 一起發起去祝福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呢 給大家看到 港道跟查經是不同的 當然查經都應該達到這個目的 都應該達到這個目的 就是說你這樣講解這個經文 並不是能夠達到這些目的 我們是要將它應用出來 以及去激勵人的 好了 我也講過這個發揚神聖情 講道法 還有普通用人的角度 那些講道法的有什麼分別 發揚神聖情講道法 就會強調就是明白和感激神的比善 就是聖情和作為 哇神真是好 當我每一次想到神如何救我 如果不是神透過那麼多人救我 到我今天這個年齡 我才聽耶穌 我不知道我會不會相信耶穌 那我感謝神 當我在二十十九左右 在那時候已經認識耶穌 這個是恩典 在我這麼年輕的時候認識耶穌 以至於我後來的教育 都是在基督教裡面的 這個是非常好的 這個是神的作為 那我就很感激神的 還有神如何更新我提升我 尤其是神讓我經歷到四年充滿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那我就很感激 就是聖經裡面講到神如何祝福人 那我就很感激去紀念的 那他說用神的角度看賣物 就不是只有用人去看 人看都沒有功做慘了 但是用神的角度 在神來看是沒有問題的 神可以供應我們的 神的兒女不會變成乞衣的 神一定會祝福我們的 還有深信呢 神一定會祝福信靠祂的 就是說很深信這個神是祝福人的神 是供應人的神 供應人的神來的 就會對神有信心 相信能夠發揮身邊 就是對神很輕鬆 有信心 但是用人的角度 有時就會用人的角度 看人、神和人生 還有可能會覺得神很遠 有時有些人 很多時候都會說 哎呀神何時幫我啊 神何時幫我 那時候他就用人的角度去看 對呀 還有可能呢 不肯定是否神真的會對自己好 很多基督律都會這樣說的 我現在很慘 神何時幫我呢 或者會覺得自己 好像呢 也有時有些人 就是想我想得到什麼 神你快幫我吧 我想得到什麼 那這樣的時候 就是用人的角度 那用神的角度去看賣物 帶來什麼益處呢 我們一起讀 好嗎 一句句 我又選一句 第一 深信自己是活在神的愛 供應和計劃之中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聖宗德聖地三 開頭三點 就是呢 我是活在神的愛 神的愛著我的 神呢 有供應所有信靠親認祂的人 先求祂的角度 和祂的意一切 加給我們的 神有個計劃的 於是呢 我是很寶貴的 經常都深信 我是很寶貴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 一起讀 深信自己在神的眼中 是寶貴和重要的 就是我們每一個都很重要 可以祝福很多人的 我們的生命 可以發揮出來 成為一個偉大的人 不要覺得自己讀書 讀不到呢 就不能發揮 讀書讀不到 都不要緊的 你給神 用呢 神就提升提升 其實這裡很多人 未必讀書 那時候讀得好的 但是呢 一路被神提升 一步步就會提升 有時候都大過才讀得 讀書讀得好些 第三 一起讀 深信自己的生命 可以大大發揮 是可以 生命可以大大發揮的 第四 深信神 比我們更緊張 我們的事情 這句說話很重要的 很多人就覺得 我緊張神 快點令到神緊張些 神啊 你快點關心我的東西 但是其實神緊張我們 多過我們緊張我們的東西 就是我們常常以為神 就好像 閉著眼睛又睡覺 又聽不到 經常以為 真的有些人就以為 神是懵懵的 其實神不是的 但是很多人誤會神的 經常覺得神又不理人又懵 其實不是我們神是很好的 好到不得了的 你未求祂就知道了 所以你不是要叫醒祂 而是你祈禱的事 要有神去改變我們的心 第五 更有信心不避人的傷害 就說 這句說話很重要的 真的有很多事 我心進神 我心未有計劃 所以人說什麼有什麼所謂 又不緊要的 死得的 或者有人做得不好 又不緊要的 丈夫、妻子做得不好 又不緊要的 不死得的 即是有時候很多人就說 我丈夫不收拾東西 那我真的很慘 她不收拾東西 都不緊要 你收拾東西又不慘得去哪裡 你收拾東西又不慘得 不會死得的 那你就覺得不緊要 或許人傷害你 有時是無意的 有時是有意的 不過 你又對她好 她慢慢又會入和回來 其實 最重要不要不強 就是 她做初日 我要做回十五 她罵我 至少要今晚 不要理她 寧轉身睡覺 要她睡著廳 要佛一下她才行 但是佛 是不會令到她更加好的 當她對你不好 你依然是想和她和好 仍然表達對她的關心的時候 她會感動的 原來我丈夫妻子對我這麼好的 我真是不好意思對她 對她不好 我太太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有時我沒有收拾好 有時就和我收拾了 就令到我 是很不好意思不收拾的 就是會令我很自動去收拾的 好了 第六下一起讀 被人輕看或忽略也不受憂慌 重要的 那些人不理我 不要緊的 但是我可以關心她 我可以祝福她 不是一定要他們理我先的 你關心人多 自然的人就會理你的 第七 在困難中 相信神的供應和幫助 什麼困難都好 不用的 沒有問題的 一定行的 就是說 有這個 用神的角度看辦法 沒有一件事怕 沒有一件事需要擔心 每一件事都深信神的恩典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活在這個狀態 大家是不是在向這個方向去 是的 因為這個輕鬆得性 就是幫助大家 整天都是這樣的 整天都是有福的 我真的有福的 哈利利亞 感謝耶穌 而聖經講到 我們是被基督的愛激勵 一起讀一下 臨後五章十四節 基督愛激勵我媚 因為我們上一人 既是眾人死 眾人就都死 並且他替眾人死 是叫那聲活著的人 不再為自己活 那為人死而復活的主活 這個經文講給我們聽 就是神的愛激勵我們 所以我們為主而活 不是律法 不是要做 很多人讀聖經 現在我講的是 人的反面例子 其實這個講和《查經法》是有相似的 人的反面例子就是 人很多時候是甚麼呢 信耶穌又要看聖經 又要祈禱 今天有沒有做真的很內疚 這個就是用內疚來推動 但當我們用神的愛來推動的時候 是很不同的 神是很喜歡我們親近祂的 神是很歡喜的 神是在等著我們 當我們一親近祂的時候 祂的喜樂馬上就湧入來了 祂的平安馬上就湧入來了 就是神在等著我們 和我們親近的 神是很特別的 神是做男做女 其實男女的性情都是從神來的 通常女性比較著重關係 男性比較著重事情 所以男性結婚之後就覺得 我每天都可以在這裏 我放官就回來了 那你就滿意了 她就很不明白 為何太太經常都要聊天 她要聊很久 我已經回來坐著就行了 不用聊了 聊那麼久做甚麼呢 就會有這樣的傾向 女性就會很喜歡 很少的東西都說很久 譬如今天買些甚麼回來 跟丈夫說 我今天買甚麼 以前那一罐 今次那罐又小了又貴了 甚麼甚麼甚麼 那個丈夫說 不要緊的了 甚麼都不要緊 但是那個太太 也是想說 說一說她的感覺 她的過程 但是丈夫呢 就沒有甚麼興趣聽的 即是傾向 這個不是一定的 其實呢 神是這樣的 這個女性的性質 其實神的性質也有 神很喜歡你 慢慢地跟她說的 你說多少她都喜歡 變成她很喜歡你去說的 她不喜歡你不跟她說的 神是有這個性情的 所以你親人她呢 你貼錢她幾個小時 她都很 她都很歡喜的 你一天一天這樣貼錢 但是如果你貼錢 你的丈夫呢 可能她說 等她做一下我的事先 不要那麼貼緊 不要拔緊我 有些人呢 走路的時候拖著 你就拖開她 不要拖那麼久 太久了 這樣 這個呢 就是有時候 有時候 不是各個男性 就是這樣 我們的神很喜歡 我們貼著她 我們的神就是這樣 她是一個 很有這種的性情的神 所以神的愛呢 就會激勵人去喜歡親人神 這個呢 變成親人神 所以 有些人想到親人神 其中就是 讀經 我已經讀書 不喜歡讀 現在還要信人 所以又要讀書 讀書還要 每天都要稟告 我已經不喜歡稟告 我太太還要稟告神 因為她的心態 是一個很負面的想法 但是呢 我想到神呢 我想到祈禱呢 我也鼓勵人 你就想到 享受神 Hallelujah 整個人都鬆了 Hallelujah 感謝神 看到神的恩怜 真是好 我們可以享受神 一個很不同的角度 那這個角度呢 這個就是 講到這個正面的例子 就是這個 怎樣被神激勵 那種的關係 來到 這個經文 我們不只是說 那個經節說什麼 那個經節說什麼呢 他現在說一說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 耶穌的愛激勵我們 耶穌的愛是很多元化的 那這個 你這樣講的愛呢 你可能人未必可以領受完 那你要將它發揮出來 神的愛有些什麼呢 首先耶穌 神是創造我們 很特別的 創造的鼻哥向下 如果創造的鼻哥向上 通常呢 我們一流汗呢 那些鼻水就落鼻哥 鼻哥那裡 或者落雨呢 就很辛苦 就會 是這樣的 很多汗水 還有 口在下 眼睛就在上高 要不然你吃東西的時候 口就在上高 就阻礙你的眼睛 每一個部位都是 剛剛好 手指全部向入面的 如果手指咬出 那你想吃東西拿著 又不能夠拿著 還有神臟有感情 有感情的 所以 人有興趣 如果每個人都要機械人 那樣 今天吃什麼呀 這樣 很累 每個人都沒有感情的 這樣的時候呢 人生就很痛苦 但我們感激的神 神是做到我們有感情 動物都有感情的 即是那些狗 我在神樓宇的時候 一個人是 坦了的 他要坐輪椅的 他就想找一個神學生 住在他家裡 那我就和太太 就住在他家裡 那時候 第一個太太 她未曾適勞歸主之前 那時候我讀神學的時候 有一天 那個太太 就要去醫院去檢查 那隻狗呢 那晚呢 是失禁 那我要去收拾 那我去收拾 那兒因為那個主人在這裡 就是狗是有感情的 而且很有趣 到了睡覺的時候 他就不跟我 他就進去主人房 主人房沒有人 他就是進去那個房子睡覺 他會有感情的 即是神呢 他有感情 所以他做人有感情 做動物都有感情 这个都是基督的爱 由基督创造我们人犯罪之后 神很伤心 他就差异耶稣为我们死 是一个很大的爱 他要承担罪的惩罚 他要承担咒座 被人拒绝 被人咒罢 被人轻汗 他是全能的神 其实那帮人 现在已经死了那些大祭司 他们上到天堂的时候 去到神的宝座面前 一见到耶稣 原来我钉的是你 他们是非常之后悔 但是神是非常爱我们 是感动我们 耶稣都为他们祈祷 主要 赏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作的 他们不晓得 就是神的爱是很大 而且他会不断感动我们 就算基督徒 我们信耶稣 第一就是神很多次感动 神很多次吸引我们 我们信耶稣之后 依然很多次不听话 还有很多次抗拒神 因为我自己心里面 都经历过这件事 很多次就会说 神要我做一件 我不是很想做 会抗拒神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奉献 例如传福音 帮某一个人 对某一个人好 有时我们会抗拒 或者有时有些事 觉得不公平 我们就会抗拒神 但是神依然感动 神永远都不说 我不理你了 撇炮了 我扔下你 不理你了 但是神不会这样 神一直吸引我们 这个是神的爱 现在神兴起我们 祂赐给我们的能力 使用我们去祝福人 神也都使用我们 祝福很多有需要的 我们当我们想的时候 每一件事都是充满神的爱 就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我们就想一天既替众人死 众人就都死了 就是我们在耶稣里面 我们就真的放下我们的自我 让我们的自我 和耶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 并然祂是众人死 是要立即活着的人 不再为自己活 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不再为自己活了 乃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 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的爱 是很大 耶稣的恩典很大 并然祂给了一个计划我们 让我们能够为主而活 很多人来说 就会觉得为主而活 不知耶稣救我 然后应回神 有些人这样想 他说耶稣救你 不知耶稣救他 做他的牧人 要做他的事 但其实 神并没有收益 神只要很多人得益 神的心就是 很想人得益 因为神有这个心 所以当我们看到神的爱的时候 就被神的爱击毁 就会有一种动力 这个神的爱就会有一种动力 在里面不断的火 我圣灵的火燃烧 在我里面不断的燃烧 所以我呢 一有空我就想着做什么 其实我已经有很多个计划 宣教啦 写东西啦 帮人啦 不断去做的 神在我里面不断的搞动 这个就是神的灵 在我们心里的动工 也都搞动我去处理生命 我想问一下这有几个人呢 你的心是很多时候 神在那里提你 搞动你的 举手有几个 感谢神我有这么多个 举手 举高点 望一下周围 感谢耶稣 求神 也都坚固我们每一个 求神去帮助我们 好了 这个是神搞动你 有几个人 我真的愿意继续去这样走 神搞动你一回事 你可能搞动你都不动的 我愿意这样走的 还有处理生命的 有几个 举手 感谢神 多谢主 多谢主你来到这里 真的有这个心 神很欢喜 这有另一件事 神很欢喜 你和旁边都说 神很欢喜 神很开心 见到你有这个心 神很开心 耶稣很开心 难道你这么想的时候 很不同的 哇 我帮一个人 神就很开心 但是你做的时候 你又不用说 神啊 今次我为他祈祷 你开不开心 你不用这样 你不用提神了 我现在为他祈祷了 麻烦你开心点 你不用 其实你可以一种回忠 多谢耶稣 你是叫我开心的 OK 好 现在是简单 用这个的 讲道法 让大家看到 用神的角度看 神那种的爱 神怎么激励我们 神又欢迎我们 以至我们里面 就会生出一种动力 很想为主而活 这个是从神而来 不是我们那里来的 那我们跟其他那些 跳一跳先 好了 那我们来讲一讲 冲破分享的巨怕 这个小朋友 在全世界 你想望稳 但那些九岁 这个我想不用九岁 这个可能六七岁 你去找一下 六岁年龐 九岁年龐 你会找到 有些很有火热的心 当然 他每一个生命是有不同的 但的而且觉得 神现在是用着一些小朋友 做一些很大的工作 那怎么可以冲破这个分享的巨怕 我们一起读一下 第一 多分享就不怕 第二 想着神的大恩 想着人的需要 第三 先讨告 分享中也讨告 一路讲一路讨告 第四 有人轻了可能 信主或爱主 神必记得 就是说 有人听到会信的 会改变的 会更新的 第五 与主同听十字架 不介意人怎样看 就是常常想着 我可以祝福人的 就不是想着 人家怎么看我 我讲神点 好了 这个就是我讲道法的八个点 希望大家会记得 不是要八点都讲完 但其中一部分 一定要讲的 就是第三 神的恩典和壮为 还有人的反面 例子很多时候都会讲的 其他如何 一定会讲 人的正面例子 都很多时候会讲的 第一 就是什么人的反面例子 譬如说到神的爱 我们可以对比 人很多时候是很自私的 人很多时候 就算回教会 是想我得到什么 当我们问 基督徒有多少会关心人 很多时候未必关心人 有多少会向人传福音 他会做 因为有内疚感 但他不会有一种很大的动力 很想人得救的 当对方有拒绝的时候 心里面也会有怨恨的 就是对比的时候 人的爱心是很缺乏的 人的反面例子 人的 这个次序不是一定要跟这个次序的 人的正面例子就是 有些人他真的很火热去传福音 很火热去关心人 去爱人的 就是他的生命被神激励 这个生命是给人一种鼓励的 第三就是神的恩典和作为 他的恩典和作为 他的心态 他的计划都包括在外 就是神是充满恩典 其实所有经文都看到 有些人直接看到神的经文 有些没有看到 你可以由全本圣经去找出神的经文来 神的恩典 这个我们迟些再说 其实我们刚刚在《查经法》也有说到这件事 第四就是神的戒命 就是两方面的 一个就是神的恩典 一个是戒命 当我们讲到爱的时候 我们都讲到基督徒有这个责任去爱的 但是如果充满神的爱的时候 这个责任就会变成 不像责任那样 我用一个例子 当我们去到一个家里吃饭 我们都可能吃饭和他收拾东西 但是肯定这个责任 这个责任感不会很强的 就是你不会想着和他洗到干净 每一样东西全部洗到干净 有时都会 不过你不会让他收拾的 但是你回家就不同了 你不收拾我就没人收拾的 所以你的责任感就会很强 在家里的时候 同样如果真的很爱神 你就会很有责任感去做 因为做的时候是开心的 好像我那样 我祝福人是很开心的 我不会觉得 哎呀又多一个 应该又多一个 应该又多一个 有时也有几个人找我 但我又不会这样想 我是觉得 祝福一个 我是开心的 这个就是 尊重神的介面 有神的动力 解释经文不是代表不提到第五 而是你一定在内容里面 解释到经文 第六 第六 在这里我又讲到这个点 其实我现在这里都比较少说的 这个可以在人反面来 然后第六就是如何 如何 第七就是挑战 然后就是如何呢 就是说出过程了 比如说爱主 雕徒怎样爱主呢 可能不同的方法 比如想想神的恩典 时时要想的时候 就会越想到神怎样爱我们 就愿意去爱主了 或者是看到人的需要 他们真是沉沦 或者那些人在罪恶里面 很痛苦 基督徒很软弱 然后我们可以帮助他 我们认识的帮助他 他可以提升 看到人提升 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跟随短书 或者跟随一起去辅导人 就看到那些人改变 我们就会说 哇 原来 那么容易可以帮到人的 那时候他又会有 即更加容易有爱心的 那么挑战就是说 你愿意今天开始有 关心灵的生命呢 今天开始去更加有信心 去帮助人呢 今天开始去多为人讨告呢 去传福音 这个挑战 愿意今天处理生命 今晚开始不要骂人 行不行 好吗 就算对方不行 那时候都不要用骂的方法 就想着骂必有反骂的 一起说 骂人必有反效果 骂人必有反效果 用柔和的心 效果更好 用柔和的心 效果更好 然后最后就是 更新生命的祷告 就是带领他一个更新生命 就是一起祷告神 帮助我们有这个更新的生命 那我现在 我就不下去看着 因为我想给大家 一些粗年的机会 那我就说一说 简单说一说 在讲信息的时候 有什么要留意 第一就是 在里面涌流的 你说出来就更容易了 就是里面很感激神 你说出来就会涌流了 然后涌流的时候 都尽量带着感情 就是说 在我经历圣灵那天 真的神的爱充满我 我整个人改变 我真的很喜欢神 我从那天开始 很喜欢神 很喜欢亲近神 每一次祈祷 神都来到 我记得第一次 耶稣 立刻神的能力下来 我是很感激神的 我现在来说 我服事人我又喜欢 但当我不需要服事人的时候 还有不用写的时候 其实我经常都有东西要写 不过我一可以的时候 我尽量有空 尤其当我的乐苦乐 我一出街 我是很喜欢的 因为我就会霸住我家 安静等候神 我是会等候几个钟头的 是会很喜欢那段时间 我是很喜欢亲近神 就算有很多事情要做 不要紧 就会再做 我就会不理 而且那些手机是会关掉声音的 还有我的WhatsApp 是经常都会关掉的 就是我的内容查询 电话那时候我都会关掉的 这个就是我那种 喜欢神的心 我真的很喜欢亲近他 我说的时候 都会带着感情 你会感觉到我是喜欢的 不是好像勉强说出来的 这个就是有感情的 还有声音是有 第一有力 这个是需要学习的 我们都学过这个共鸣的声音 为什么有共鸣的声音 等我们迟点再温习 现在今晚不温习 声音 还有声音有快有慢 就是有时候 耶稣真的很爱我们 我们能不能回应耶稣 有快有慢 有激的 哇 真是经历神的 哇 神的喜乐涌 那种鸣不息 真是非常好 哎呀 你有和 哇 可以在神里面享受的 真是好 哈利雷亚 声音的对比是有很大的 很大的帮助 还有呢 有些重点字 加强 有些重点字 哇 圣灵来到的时候 真的好奇妙 哈利雷亚 就是重点字 奇妙啊 圣灵来到的时候 有些重点字 你会加强 那些字 还有动作 最好就是自然 不是神很爱我们的 神很爱我们的 我们过去被神充满的 那这个就不自然 这个只是一个手 是用身的脚发出的 腰发出的 那现在第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头 当你说话的时候 那你留意一下 有些报告新闻就是这样的 什么什么新闻 但是有些说的时候 那头是会动的 会笑的 就是有些很自然的 那种的 尤其你看些外国的 那些报道员 其实现在香港已经很不同的 以前我回来香港 法国那些上台 什么 主播 校董 各位校董 各位校长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庆祝 我们什么什么 就是说话是很 就是给他们吃 但是呢 在很多地方 他们说话的时候 就不是这样的 就是很自由 而说话的时候 身体的动 第一就是跟着脚 跟着腿自由动 第一就是动头 就是说话的时候 比如说每一个字 耶稣真的很爱我们 第一个动 就是头 但是头就不是这样 耶稣很爱 是 身体跟着动的 身体跟着动的 所以出来的时候 你希望大家试一下 身体跟着动的 是很自然的 就是跟着手就会动了 就不是好像 手分开动的 是跟着一起的 他说声音呢 是会怎么样呢 是会掌控场地 这个是很重要的 譬如呢 有些发觉 一些没有什么经验 上来说话 他只是会这样的 今天我分享 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很明显 他的声音 不是掌控场地的 但是当你听我说话 你是会觉得 我一直想打入 每一个的心 我的声音 是有力发出来的 那这个就是 共鸣声音 还有一个心 那个心态 我很想 那个信息 进入你们个人的心里面 那这个 就是会令到 那个讲完 是掌控那个 就是不是控制那种 不是好像 操控那样 而是 会影响 每一个来到 参加的人 那就是眼睛足了 就不会只看着一堆人 耶稣很爱你们的 这样 那就是 而是逐个逐个看的 逐个逐个去 每一对眼去看的 那你说 那我看的时候 是不是看不到这个 不要紧要的 你看完那个 拍了这个 有一个才看第二个 就不要 就像是 要一眼关七 全部一起看完 不需要的 逐个逐个看 OK 有时候是一起看 但是很多时候分开看的 有眼的接触 是非常重要的 你也要不能有眼 舍不容易 都想要他 听不出什么 聽不出什么 听不出什么 听不出什么